好 接着再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的财政小组 10月5号在召集人李振文 杨华美 副议长潘岳霞考察玉里地震事务所 玉里地震事务所也提出了地震人力增补问题需再加强 花冬地区偏远并且资源不足 导致留不住人才 时间到了就会想调离 感到非常可惜 希望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10月4 5号两天在召集人李振文 杨华美 副议长潘岳霞以及黄灵兰等议员 在第二天县政府地震处长吴泰坤等陪同 考察玉里地震事务所 财政小组逐一听取地震事务所主任业务报告 有什么样的需求跟建议 也可以这个时间提出一些明的需求跟建议 那我们也很希望通过议员的规矩上 也能够宣布的各种的业务 然后我们也希望科长们知道 那我们也可以有 如果有一些需要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做在这个角色给你协助 或者给你宣布建议 对于整个现在在推动 尤其是在地震这一块 真的是大家都做主了功课以外 而且很细心很用心 玉里地震事务所也提出了地震人力增补问题 需要再加强 花东地区偏远并且资源不足 导致留不住人才 时间到就想要调离感到可惜 希望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留住人才 可能跟我们县长 针对我们自己内部 可以深的 或者是可以提上来的内部的这样的人 去做思考 可能速度会较快一点 如果是用内深的部分 可能就是人才在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思考 或许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考量 跟那个 他时间到就离开了这个部分 所以这样有阶遇 召集人说地震事务所存在的问题差不多 民众等待间接的约需40天 地震测量人力应该尽速补强 缩短民众等待时间 再者 林贵服务可以加强客家以及原住民族与志工 相关机配可比照乡镇事项客委会 圆明会等专案争取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